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ce 我會用天使卡 和大家預測星座的運程 山羊座這個星期抽到的牌是啟發 山羊座需要時間獨處 一個人靜下來思考人生 看清楚事實的真相 自我檢討 慎重考慮接下來的計劃 你將會更加清晰 好像牌上面這麼漂亮 這麼神聖 心靈也得到滿足 水瓶座抽到的牌是新開始 這張牌有一隻火鳳王在上面 意思是有新的突破、新的開始 今個星期水瓶座會充滿力量 而且可以發揮所長 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 例如轉工、轉部門、搬屋、升學、結婚等等 恭喜你 雙魚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直覺 雙魚座的創造力很高 而且可以運用你的直覺去做決定 事業運非常順暢 亦都可以跟同事和睦相處 得到他們的支持 只要多些運用你的想像力和創意就可以了 八陽座抽到慶典這張牌 今個星期會非常開心 因為感情運很好 無論在愛情或人緣都能獲得身邊的人的支持 如果從事銷售、公關或自己做老闆的人都會受惠 盡情享受美好的生活 金牛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與消沉抗爭 上星期有好運之後 今個星期回復平淡 你會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想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態 今個星期依然會有正面的改變 所以不需要給太大壓力自己 雙子座抽到競爭這張牌 這張牌上面會見到一個小女孩 騎著一隻老虎 雖然他的身形小小 但他都可以駕馭到一隻猛獸 這張牌提示雙子座 你的能力其實是很強大 你可以透過你的領導才能 令事業上到高峰 今個星期要團結 團結就是力量 巨蟹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七大序 巨蟹座在上星期學習 如何在啟發之中成長 今個星期會更加著重修復重整 例如修補一些破裂了的關係 或者重建健康的生活習慣 將過去不好的東西重新建立 糾正錯誤 獅子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振作起來 今個星期會比較低調 似乎想隱藏實力 留待適當的時機才出擊 只要你知道 隨時可以重拾活力和衝勁就可以了 儲女座抽到獨角獸這張牌 今個星期在溝通上非常好 多了和人交流 身邊的朋友都會主動去找你 而且從事銷售或者經常攻降的人士都會非常有利 要好好地把握今個星期的好運 天蝶座抽到夢境這張牌 天蝶座上星期和今個星期都是一樣為自己的理想進發 今個星期會遇到一些和潛意識有關的訊息 例如透過夢境或者和人的交流之中 你都會得到啟發 你要時刻保持醒覺的心 你會獲得更大的收穫 天蝶座抽到奇蹟天使這張牌 今個星期會遇到一些阻滯 令你不能夠前進 主要是受環境因素的影響 令你不能夠改變現況 所以你要繼續堅持和有堅定的信念 你能夠度過難關 人馬座今個星期抽到性感這張牌 這張牌是透過不同的觀感去認知 例如嗅覺、聽覺、視覺、味覺和感覺 都可以獲得靈感 今個星期人馬座可以透過不同的觀感刺激 去提升身心靈的平衡 多些接觸大自然對你有幫助 在心靈感 天蝶座 是很聰明的 會讓我未能穿 做生日